今年年初OpenAI发布SORA demo视频以来 AI视频界就开始疯狂内卷 然而之前的模型基本还是小打小闹 生成的效果依然是差很多 但6月Luma的Dream Machine和快手的可灵大模型发布以后 直接惊艳了全球 效果不仅堪比SORA甚至部分场景实现了超越 那么这两款产品究竟有多强 今天的视频木子就为你带来全方位的产品实测 分别从纹身视频的八大场景和图身视频的四大场景 实际生成视频给大家看 不吹不黑客观公正的为大家展示效果 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Dream Machine和可灵的使用流程 Dream Machine是网页版具体的链接 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它现在是直接对所有用户开放 不需要排队才能使用 这是首页 点击右上角Try Now就可以进入到生成界面 它这个界面极其简单 几乎就是这个prompt框 前面有一个图片的icon 代表它可以上传图片 下方会有一些参考的prompt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纹身视频和图身视频 纹身视频就是直接在这边写prompt生成 官方建议在prompt中尽量包含以下四个元素 相机移动方式 人物动作 对象特征 场景和背景 那如果是图身视频啊 你可以只上传图片直接生成 也可以上传图片后 在prompt框中填入指定动作 稍后我将对比Dream Machine可灵和Sora的效果 记得看下去哦 Dream Machine现阶段 每个账号每个月可以免费生成30次 每天最多生成5次 付费版本的话呢 分别是每个月24刀 80刀和400刀 不得不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贵啊 然后是可灵现阶段 它的手机端和网页端都可以使用 网页端的功能呢更多一些 其中预警控制和自定义手尾针 都只能在网页端才可以使用 那我把链接呢 都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大家直接点击就可以打开 可灵的网页端 现在已经限时免费开放了 大家一定要赶紧去试用一下 那手机端呢 好像还是有wait list的 也就是需要你去申请体验才可以真正使用它 那我在说明栏中呢 也给大家提供一个问卷链接 据说填写这个链接 可以加速你的申请通过 我们打开可灵网页端 找到AI视频并打开它 那在这里啊 有两种创作类型 分别是纹身视频和图身视频 而且说明一下可灵和Dream Machine不同 它这里的prompt建议是中文 而且中文的效果会更好 这对英语不好的小伙伴就非常友好了 然后图身视频也是类似的界面 支持上传一张图片 并输入自己的提示词 可灵现阶段呢 是限时免费的 大约是可以试用一个月 因为现在官方还没有公布 他们的收费标准 那根据他们现有的会员费用来看的话呢 一个月是8元人民币 一年是88元人民币 那相对Dream Machine来说 它的这个收费是非常友好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对比一下 可灵Dream Machine和Sora 它们生成的视频 那为了验证不同的效果呢 我这里找了八大常见的 AI视频生成的场景作为对比 所有的prompt我都是直接用Sora官方提供的 这样呢就更方便对比Sora的视频 首先是空镜 这是我的prompt中英文版 主要是一段现实的自然画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Dream Machine的效果 我们把prompt复制过来 然后生成 那我测试下来 生成一段5秒左右的视频 可灵大约是需要4到5分钟 而Dream Machine大约是2到3分钟 不过我使用Dream Machine的时候 出现过生成失败的情况 而且生成失败依然会扣除你试用的点数 而我使用可灵的时候呢 几乎就没有遇到过生成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此外呢这两款软件都是可以同时多任务生成的 这样就非常适合你去批量生成视频 而且可灵和Dream Machine都可以延长视频 从5秒延长到10秒 其中可灵最长是可以延长到3分钟 这几乎是现在可以生成最长视频的AI模型了 这是第一个场景它们的视频效果对比 那我个人觉得Dream Machine和可灵它们的生成效果 相对来说都有那么一点点糊 需要对它们的画质进行二次的编辑 那这类的软件我之前也介绍过好几个了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使用一下 相对来说呢 可灵的画面细腻度我更喜欢 但是它漏了提示词中灯塔的元素 Dream Machine这局表现还可以 但细节处理的不是很好 整体效果呢 Sora还是最强的 但是毕竟是官网的视频 不排除有二次编辑的可能性 然后是多人物生成 Chrompt是一个男孩在云上看书 我们看一下各自的效果 无论是Dream Machine还是可灵 在这一局上效果都还可以 元素都包含了 不过缺点是Dream Machine的书拿到了 可灵的手部细节有点问题 Sora乍一看还是最强 但实际上书页的翻页也处理的不够好 然后就是多人物场景了 我们选择一个人群中中国舞龙的场景 Dream Machine对人物的生成效果还可以 但是龙不够稳定 而可灵的整个画面相对就稳定很多了 Sora最逼真 人群舞龙和动作处理的都很好 接下来是动物的生成 Dream Machine动物的跑步动作还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但是雪在头上的提示词没有在视频中呈现 可灵的这个视频几乎是比较完美了 我还是很满意的 Sora的话即使是大动作下 雪和狗的动态效果依然是稳定的 第五个场景是卡通画面 一只袋鼠跳舞的画面 实际上我认为Dream Machine的这个袋鼠跳舞画面还是可以的 整个氛围色调风格关键词的理解都对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手部动作的稳定性了 而可灵相比氛围感就稍弱一些 舞蹈也没有完全跳起来 至于Sora如果是直接产出的效果的话 可以说是完胜了 第六个是运动场景 跑步这个动作我之前在大多数的AI视频生成平台上都有测试过 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那Dream Machine的跑步动作还是非常逼真的 有电影感了 不过细节还需要优化 而且这个镜头实在是颠得我有点晕 而可灵的这个在跑步机上的画面就非常稳定了 细节处理的也很好 Sora这个动作可以 但是为什么是反着跑的 第七个是人物特写一个眨眼的画面 这个场景的难度是在于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因为经常有AI模型她人眼眨着眨着就整个变形了 而这次Dream Machine和可灵的效果都很好 其中可灵的细节更逼真一些 虽然Sora一如既往的强 但是这局上我认为大家差不多 这是欧米亚下载AI模型对于人物季节这样的一个生成 已经是比较厉害了 最后就是纯虚构画面了 假设纽约被淹没的场景 由于这个是现实中不存在的 所以也就会更加考验模型对提示词文本的理解能力 那其中Dream Machine的理解我认为是不够到位的 更像是下雨时的纽约 可灵有点这个味道了 就是在里面遨游的动物细节还可以优化一下 最后是Sora 无论是运镜还是元素理解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怎么样对比了Dream Machine可灵和Sora这么多的效果视频以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觉得哪款软件最好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你自己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看到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当时生成的时候一方面是非常的震惊 另一方面就是非常的感动 在去年这个时候AI生成的视频 基本上还是人人闲的一个阶段 但是现在它已经可以生成的非常逼真了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一点也不比实拍视频差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对比一下图声视频的效果 这局我们只对比Dream Machine和可灵 那我这里啊 同样也是找了几个场景来对比 首先还是空镜的画面 比如这样一个瀑布的图片 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出瀑布的效果 然后是这种单人物跑步的图片 Dream Machine的效果呢 不像是在跑步而是在跳 那相比来说可灵的效果就已经是非常完美了 跑不起来的姿态 头发手臂等的摆动等等 都是接近于现实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画面非常稳定 没有出现变形 然后是多人物的场景 Dream Machine对前排人物的处理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后面的人物虚化还是比较严重 而可灵这里人物几乎是完全变形了 虽然有运镜和画面拓展 但是我认为效果不太新 最后我们来看看动物的效果 Dream Machine是小狗跑过来 连尾巴都在摇是不是很可爱 那可灵呢也还可以 小狗脚的这个步法算是非常逼真的 接下来我也放一些网上的一些大声 使用这些AI模型生成的影片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些AI视频模型 到底还能做成什么样 比如这张著名的经典表情包 经过可灵的叙血后终于有了大结局 还有这个养恐龙的新闻视频 虽然完全是AI生成的 但是不是都可以以假乱真了 卡皮巴拉村地处山区 一直困扰于传统农业发展的瓶颈 为了找到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制服道路 村长与村民们进行了多次调研 最终决定尝试恐龙养殖业 最后我也把Dream Machine和可灵 在AI视频生成的功能方面 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 并列出了表格给到大家作为参考 整体使用下来 我认为这两款模型 是真的可以做到和Sora进行抗衡了 甚至在部分场景下是可以超越它的 最重要的是Dream Machine和可灵 至少已经给到C端用户进行使用了 而Sora从年初到年中 还一直都没有开放给大家进行使用 不知道2024年我还能不能见到它 而且和过去的AI视频生成软件相对比 它们在人物一致性 细节还原动作还原上都有很高的提升 过去我用图声视频的时候 经常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就完全变形了 而现在几乎可以保持一致 甚至可以做一些动作 不过这两款AI模型的通病都在于 第一生成的视频清晰度还不够高 第二就是对于像手部这样的一些细节的生成 还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但至少我可以说 现在AI视频生成的结果 已经从过去可能只有20%可以用 上升到现在80%的结果都可以直接使用了 我相信完全由AI做大片的时代 已经离我们不遥远了 我相信你会不会有点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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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会不会有点大事